交通部观光局基盘专带好投金专专 票三个档已经开始了 投票进行一礼拜 保证与北斗 打卡丁丁丁都比较高的温专区 占两性位置 为了高丽全国民众拥有参目投票 参与国人心目中 尚有这个温专区 特别邀请业人郭书尧 当前代言情 并在一起谈基盘投票三个档 邀请业人郭书尧担任卧当代言人 交通部观光局局一多谈 基盘台湾好投金专专票算算团卧当 邀请专国民众 投票算出台湾最好的温专 那我们希望所有游客 到这一个温泉区 都可以为当地的温泉来加油 然后来投这一个票选 那么我们票选有很多这个奖项 有全国的各温泉区的这一个温泉券 还有这一个旅馆的住宿券 那么最高我们还有这个iPhone14的 这一个奖项是非常的多 或者是在我们的网络实体的部分 都会跳出一些好趴 请大家把握 现场广众人员这桌面将如何参加投票 只要扫描外当Q或口 对当正忘了投票 今年度金座庄总共设计大庄航 包含民众票算和专家贫币 台湾温泉越由一向流行 民众心目中也都有上虚子的温泉 南投 在东库印象比较深刻吧 风景好啊 水质好啊 可能是光子林或北投吧 就比较常听到的 对啊 所以这样比较深 对对对对 觉得他那个温泉的感觉味道都还不错啊 关智颖也不错啊 不同的 因为关智颖它是属于那个 泥它是属于泥浆的嘛 对对对 跟台东的不一样 泡甲感觉还是有差异 是以这个江西温泉 跟北投温泉 还有这个泰安 目前的票数会比较高 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温泉区 那么在南投来讲的话 是属于比较小的一个温泉区 在拉票上面比较吃力 实际的温泉区里面 轻易长出两个 随意任意 我当会的东西基盘有种问题 就出和民众更清楚了解 台湾国大温泉区的得盛到内涵 主办单位表示 近单位票算一直到今年12月31日 一个人一天可以投五票 主办单位跟国管市政府 也都提供方法的账品 只要参加投票 就有机会抽到大众 接着王家姓彩虹报道